公司營收好 破例好 產業好 但這就是你被套勞的開始 怎麼可能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集市 我是Anny 歡迎John 哈囉大家好我是John 買進一家好公司 其實也有可能被套勞 我這當中究竟有什麼玄機呢 John 好大家有沒有遇過一個問題 你買進一家好公司之後 就開始套勞跟不動 然後我又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買的好公司 這個好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普遍大家就會覺得 可能是現金有很讚 或是負債比很低 營收很好啊 對營收很好 或是你很喜歡董事長 可能基於這幾個理由 你覺得它是一間好公司 可是你馬上就掉入一般人的陷阱 就是你買進這家好公司 因為它很好 所以你停損不了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 又是最廣泛的例子就是 紅海二三一系 我相信你去菜市場 不負媽媽一定人手都會有一張 甚至是觀眾 就是你的朋友 可能你也是 可能有一張紅海 那你要去注意 紅海好不好 你說它是全台灣第二大的 然後又有iPhone 又有5G題材 知名公司 平均一年的EPS有8塊 然後每個月的營收 還高達4200億 那可是股價的嗎 對啊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這家公司好不好 好啊 很好 真的太好 但是你去看一下 如果你去買90塊的紅海 先跌到80塊 你會不會去做停損 我想說先不要 先不要 那從你買70塊 跌到60塊 你會不會去做停損 其實也不會 因為它就是好公司 所以為什麼大家人手一張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太好了 因為太好 它太穩定 你覺得經濟引氣循環之後 它可能會再向上回來 所以什麼情況下 這些好公司啊 才可以獲得市場上更高的價格 好 那我們就來問一個 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一家公司的股價是80塊 你為什麼會願意用90塊去買 它可以賺更多 對 它比預期來的還要好的話 注意喔 是比預期來的還要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的好公司 這個好字有分兩種 一種是這家公司賺的很多 賺的不錯 就是第一種好 那第二種好是 它的表現超乎你的預期 有點像一個短跑選手 他本來可以跑14秒 那我們把它想像成一間公司 就它一直都可以跑14秒 它很厲害 跟第二個狀況是 它從14秒進步到13秒 進步到12秒 這種機會才有可能 讓股價大幅的上升 所以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你可能開發出新產品啊 或是你可能 營收大幅挑針啊 或是你接到什麼轉單 好 那我們舉最近操作的兩個例子來說 第一個就是圓鋼 大家知道圓鋼喔 1月份的時候 它業績多少 1.8億 那它現在上個月 8月份的業績多少 10億 成長了將近620% 所以成長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它股價 從16塊成長了將近5倍 到了80塊 那再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的 申豐是做乳膠手套 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那申豐這個它之前的 NBR的那個乳膠價格 其實在1000塊左右而已 那因為武漢疫情發生之後 那個手套非常的缺貨 漲價到了2500塊 所以它價格是成長250% 所以它股價也從什麼 也從你覺得很合理的128塊 漲到了多少 漲到了180塊的位置 所以投資人到底該如何避免這種 想賣又不敢賣又捨不得賣的問題啊 好所以我給大家最後一個結論 所以我們把好分成兩種 一種是超乎預期的好 一種是穩定的好 如果你手上抱的是什麼 一直在成長的公司 就一個關鍵條件 有沒有一直在做成長 比如說我們的台積電 一直在擴廠一直在成長 譬如說我們的身風 現在的NBR乳膠價格 確實還在做成長的階段 那這種股票我們就可以續放 那什麼股公司不能續放 它太穩定了 不管它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會陷入在一個迷思 就是用它現在的獲利 用它現在的營收去評估 它合理價格應該多少 我覺得這是其次 這其實都是落後之一 對因為你買公司就是買未來 你一直用過去的數據 去衡量它的現在價格 你不覺得哪裡怪怪的嗎 像鴻海這家公司 它股市不好 而是因為它太穩定的 你找不到比預期更好的原因 所以你會覺得投證 憑什麼用更高的價格去買紅瓣 那譬如說像圓鋼 其實從高點也滑落了 10% 20%下來 那為什麼 因為它8月的營收 已經到達了巔峰 你說好不好 很好 可是你說它下個月下下個月 還能不能比8月更好 這就是我們投證要看的 就是一家公司的guidance 就是它的未來展望 所以要給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這家公司如果營收 比前一個月還會更好 這家公司就可以續放 那反之就是不行啊 另外我會分享更多 營收大幅成長的公司 在我LINE AT的主頁 大家可以不妨來挖寶 是感謝John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John的LINE AT 和Tel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